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的簡報會 台上有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醫生 和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劉家賢醫生 先請張醫生講講今日最新個案的情況 我們昨晚確診了39宗個案 個案編號是10284至10322 其中一宗是由韓國輸入香港的個案 個案編號10315 經過我們的快速測試 我們公共衛生法院所的測試 它都是一個N501Y的基因 M501Y曾經在英國的變種 或是南非發現的變種 都是帶有M501Y的 但還未詳細地做多一點檢測 才知道究竟它屬於哪一種分類 另外有38宗的本地個案 本地個案裏有20宗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另外18宗是跟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我們今天都有一個大廈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 大廈是麗港城7座 這裏有兩個單位的受影客 各自有1人1個病例 它們是相差10多層 但就是同方向的 另外東法大廈那裏 私座昨天撤離了60人左右 還有幾個單位 我們都要再跟進看看是否有人居住 另外就是麗港城5座 之前拿了25個樣本 全部都是陰性 另外也想說回昨天有記者問 關於葵聰9號碼頭 有些工作人員是否受感染 當時我手上的資料就不詳盡 只是聽說有三位初步陽性的個案 一般來說我們如果有個案發生 都會在那個地盤 就叫它停工14天做大清洗 但是其實再回去看清楚資料 其實是有些資料錯誤的 現在暫時那三位都沒有一個陽性的個案 因為它做一些 一個禮拜做一次的測試 就會將幾位人士的樣本 就是合起來一起鋪來做的 當時就是有一個好像很弱陽性的個案 那三位人士我們都會做一些測試 有兩位都進了醫院再做測試 暫時都沒有一個陽性的個案 另外剛才提到的那個變種病毒 我們到現在又找多了一宗類似英國的變種病毒 這個病人就是9913 是由瑞士京多蝦底港的 是1月21日底港的人士 那個當時是坐QR818 他來到香港就找到的個案 另外就是包括剛才那一宗 由南韓來港的人士 還有一位就是9946 就是菲律賓底港 1月21日又是來到香港的時候就找到的個案 這兩位就是9946和10135 都是有N501Y的基因的 就是那個病毒 那麼暫時都沒有分到女 究竟他是近英國那隻 還是南非那隻 或者是其他的那些 那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 麻煩你 麻煩請劉醫生 是 各位好 那麼直至今早上午9點鐘過去的24小時 醫管局錄得情報個案是71宗 另外今天就再多兩名的 確診病人是離世的 第一名就是47歲有長期病患的男病人 編號是8452 他就12月23日因為呼吸困難 去港華醫院急症室求診 就入住了隔離病房接受治療 其後就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病 病人經治療之後 病毒抗體呈陽性 但是因為其後病人的情況自動惡化 就延至今早早8點32分離世 另外一位就是一名66歲的男病人 在基督教聯合醫院的 編號是7259 也是在今日離世的 病人本身也有長期病患的 12月10日就由檢疫中心 就轉送去基督教聯合醫院接受治療 情況持續惡化 迎致到今日中午12時16分離世 連同昨天在港華醫院初步確診的那位離世病人 其實確診了 編號是10291 現在總共有172名新型冠狀病毒病人 在公立醫院離世 至今早9點 過去24小時再多76名確診病人 康復出院 至今共有9239名病人康復出院 至今早9點就有836名確診病人 分別在22間醫院和亞洲國際博覽館 社區治療設施留意 其中32人情況危殆 33人情況嚴重 其餘的771人情況是穩定的 現在醫管局開了的負壓病床是1220張 使用率是69% 而負壓病床是672間 使用率是76% 公布是這樣的 我補充一點 剛才提到的兩個單位 一個單位其實是有兩位確診人士 因為其中一個是檢疫中心送院 今天確診的就是另一個單位的一位人士 現在是提問時間 麻煩大家在發問之前先說你代表的機構 第一條 那邊中間黑色衣服 你好 我也想問三條問題 請問你是哪個機構 不好意思 有線 每次想問三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想問其實都留意到 東發大廈和紅磡竹店的群組的最新情況 貨櫻碟 貨櫲碼頭那邊其實會不會都有新的群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條問題想問如果特集封區的話會如何安排紅磡 殯儀館那邊一些行業 或者其實如果 可能突襲封區的話 一些人上班、下班、吃飯 又會怎樣去處理這些人呢? 是否不讓他們走還是怎樣呢? 所以我想問一下 其實會不會有灰色地帶在這裡 第三個問題想問一下 例如說七座患者的座向 還有五座現在有多少人 還未做強制檢測 會怎樣去跟進? 謝謝 東法大廈昨天五個 初步陽性的個案都是確診 現在都是有13宗個案 就跟昨天公佈的個案 數字是一樣的 那個燭店多了一位人士 都是工作人員 他在檢疫中心確診 現在包括家庭成員 有七位工作人員 還有另外一位工作人員的一些家人 都是相關的 如果是超過十個的話 我們都會擠上網的數字 關於封區特責那些 我就沒有資料 都不可以告訴你 例如說七座那兩個單位 是同一個座向 下一條 這邊後面白色三個位 你們好 新聞台 想問一下 例如說七座那裏 就是同一個座向 但是可不可以說一下 就是ABCD哪一座 其實七座和五座的設計 是不是都是一樣呢 如果同座向都出現不同層數 雖然相差遠 覺不覺得已經是出現一個垂直傳播 需要找一些專家去視察一下 以及在撤離那方面 你們怎麼看呢 有沒有需要早點撤離 還是要再多些個案才這樣做 一般來說 因為我們之前 都有很多大廈都有個案 都有很多是相同重向的 那是不是真的一定是有個垂直的傳染 我就說不到 但是因為我們都會擠它 落強制檢測的 如果真的有多些個案 例如有三個在同一個方向 我們就會比較懷疑 真的有些垂直的傳播 就需要下去看一看 當然不要等到有垂直傳播的時候 大家才會注意環境衛生 都盡量保持那個 腰形聚水器的 就是有水 還有平時都是盡量 我都不太知道抽氣線那裡怎樣 就是盡量保持環境衛生 下一條 那邊後面黑色衫 你好香港電台的 想問一下那個 昨天那個紅磡竹店 都有一個群組 今天有沒有一些新的個案 是跟竹店有關的呢 如果有的話 會不會都需要一些食客 要做一個強制檢測 另外其他的指定區域 會不會都有些數字 就是有沒有一些新的個案 另外就是那個 初卻數字是多少 還有數字看到都開始回落 會不會都是相對平穩 還是還是還沒有穩定 謝謝 就 竹店只有一位 是工作人員 是在檢疫中心確診的 所以總共都是七位工作人員 另外有一位 也有一些相關的接觸者 但是就未見到有食客 是有確診的 我們都會留意著 另外就是 今天那些確診個案 有多少是 有多少是在指定區域 如果在 佐敦那裡的指定區域 就有一宗 油麻底旺角的指定區域 就有三宗 深水埗的指定區域 就有兩宗 紅磡那裡的指定區域就沒有 初步確診 初步確診 四十多宗左右 下一條 這邊這位女士 兩位醫生好 先想問HAA那邊 請問你哪個機構 請問你哪個機構 如果知道的話 初步的工人是 住在哪裏 他們是否做釘板 還是甚麼工作 初步知道他們是 有沒有共用 甚麼設施 如何感染 之後就想問一下 張醫生 今天都看到有七個個案 他們是十幾號的時候發病的 即是有病徵 可以說一下他們為何會這麼遲才確診 有沒有說這些事本身是 有甚麼高壓因素 最後也想問一下 有專家就覺得油麻底區那邊 其實本身已經很早就知道 有些個案跟中九龍幹線地盤群組有關 他們就覺得政府那邊 衛生服務中心那邊 可能追蹤有些不力 即使是開了啟德的指揮中心 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到現在那個追蹤的方向 或者你們的人手 是否依然都是不足夠 就是導致疫情 其實都依然是蔓延的跡象 麻煩 不如我先說說 港華的個案的數字 我手上的資料 它就有五個在那裡工作人員的個案 一般來說 如果這類的幾個個案 我們都會將它 即就算有一個建築地盤有個案 或者一個在辦公室的個案 我們都會叫那個辦公室或者地盤 停工十四天 不過這個當然是建議 然後就會將這些接觸者送去檢疫中心 當然也會看看他們有沒有一些相關的個案 即是再發生的時候 如果再發生的時候 就要看看他們有什麼關聯 例如是否一些換衣服的地方 吃飯的地方 各樣的那些 也要看看他們的總人數 一般來說 如果個案是一來到已經很多 或者積聚都有七、八宗 各樣的那些 我都會在新聞 我都會在這裡提一提的 例如那個竹墊 但是有很多個案 都是四、五宗、五、六宗的那些 我就不會特意看了 但是去到它十宗以上 我們就會將那些個案 就會擠上網那裡 因為都是一個比較大的 爆發的情況 就會列為一個群組 擠上去 這個就是我們的標準 那些醫院出現的 有些人覺得 公眾都不適合 有些人想出現的問題嗎 廣華醫院其實知道的消息 都是由我們那個重建工程承辦商 告訴我們 一直以來 一直以來 我們都跟那個工程的承辦商 即承建商 一直都有聯絡 知道了他們的情況 也都明白他們在做一些消毒 清潔 還有他們有些安排 我們一直都知道他們和CHP有跟進的 即是他們的工人怎樣安排 或者怎樣清潔等等 由於我們當時就看到 第一 那個地盤已經是整個管理 都在我們的重建商那裡 當然它有一定會告訴我們 當時我們就看到 是不涉及有病人 醫護人員 或者影響到我們的服務 所以當時就沒有特別去向外公佈 當然知道 如果公眾對相關的事項 可能都關心的時候 我們都會檢討我們整個做法 看看有沒有一些可以改善的空間 另外就是 關於那個中九龍幹線的隧道 或者是張嵐隧道那些追蹤 我們所有他們這些接觸者 或者包括家人 還有我們知道 或者他們提供到的人 都會追蹤 以及送入去檢疫中心 但是如果 比如說個別的患者 他在家的附近 或者有些環境因素 或者是一些 或者他沒有告訴我們 或者他可能在街坊 街里 可能他都不記得 曾經跟一些人接觸過 或者根本是經過一些環境 可能大家住得比較迫 走出走入的時候 有些見面磨擦 即見到 或者經過一些環境的空氣 可能那個地方比較局促 或者那類的 我們就沒有辦法 就用這個追蹤的緊密接觸者 是截斷到這些傳播的 例如在大廈的 比如那些口罐 或者是其他 比如你在附近 可能逛街買東西 各樣的一些 不是真的緊密接觸者 那種的追蹤 我們就沒有辦法 是追蹤得到的 而我們當時 如果是追蹤一些 例如他是劏房 我們都發現有這個問題之後 都會將他的劏房 同一劏的那些 都會送到檢驗中心 即是都覺得 這個都是一個問題 那麼 下一條 下一條 港華地盤 我們每一個地盤 一接到個案的時候 都會建議他們停止 14天 做大清洗 所有員工都要做測試 有些緊密接觸者 送他們檢驗中心 這個也是一個標準 但是昨天我也聽到 好像說有個別人士 告訴我們 說地盤好像沒有 打算停足14天 所以我們都叫同事 再聯絡他們的承辦商 是不是他們聽不到這個訊息 要叫他們再停 那些我沒有詳細看 不過我看到有一些 他們的病徵是很不明顯的 例如有些 他就說他被1月11日開始 沒有什麼胃口 這類這樣的病徵 他就告訴我們 而他可能進去檢驗中心 家人有確診的時候 才再說 對方的病徵 其實因為他已經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胃口 有些東西有些少許頭痛 少許咳嗽 就是很多這樣的 所以也要提醒市民 尤其是現在 大流行的情況 不是平時以前 可能不是這個 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情況 有些咳嗽,有點不舒服,喉嚨痛 或者很多人都說喉嚨很乾 可能很多人都以為是天氣影響 儘量看看,就算你不想看醫生 都拿個瓶做個測試,就會比較穩定 我們問英文問題,後面 Good afternoon, several English questions from RTHK English News First, currently with more tests being done but we are kind of seeing fewer cases Is that a good sign? And with only two weeks left till the Chinese New Year Are authorities confident that the outbreak can kind of be brought under control before then? Second question regarding Laguna City, Block 7 Is the design kind of similar to that of Block 5? And is it possible that there will be another situation another case of vertical transmission going on there? Third question regarding the Konwa Hospital construction site As you kind of mentioned a little bit about earlier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ports the contractor kind of only stopped work from today or they didn't completely stop work for 14 days the complete 14 days period Is that a satisfactory situation? Can the CHP only make suggestion and do nothing else in regards to that? And would that kind of allow the virus to spread among workers who might somehow still be working despite of orders from CHP? Thank you We still cannot comment on the trend whether it is actually decreasing trend I looked through the cases unlinked cases confirmed today and looked at their addresses and so on I found that the cases spread throughout the territory They live in Lokku, Dai Gok Jui, Eau Tau Gok, Yuen Llong, Daibou North District, Tai Poo Seng, Central District, Lo Binh Seng Do So I think the cases quite widespread in the community although there are sporadic cases here and there and so if any of them I mean they come into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may be super spreading events that may cause other major outbreaks in the community and further upsurge in the cases so we have to be more careful and vigilant in our personal hygiene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I understand not only Laguna City many buildings in Hong Kong they have various designs I mean construction sites that may I'm not sure may facilitate may contribute to the spread of the infection through the environment so what we can do that we have to observe all these buildings and the spread and whether there is any vertical or horizontal spreads and actually in a few buildings we did find some horizontal spread I mean in the neighbours I mean ABC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we have in fact removed some of the residents nearby consider them as close contact to the quarantine camp but for the vertical spread transmission this the cost seems to be quite a few depends on the ventilation and all the drain and also the the different spatial occupied I mean the spatial design of the buildings which are not very familiar so we will add on the cases so when we observe any abnormal distribution we will try to invite experts to come and see bu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I think we have to be aware because we are all living in high-rise buildings and all these designs may occur in our own buildings so we have to try to try all means to try to prevent the spread in the buildings So far I think all these contractors have been quite compliant and what I received the news information is that they only wanted to stop I mean suspend for two or three days so they they had stopped the the construction site but they did not intend to stop for the 14 days probably because of some communication problem between us and them that's why we ask our staff to contact them again to reinforce that you have to stop 14 days in order to stop the spread in the site I think they did not resume the work they just planned to stop I mean according to what I heard that's why we try to ask them to reinforce our message I'll ask another question in the English question the cases found each in each of these areas do you think that the epidemic there or the spread there is coming to an end and as you said the unlinked cases you've looked at them and they are spread right across the city in many parts of Hong Kong do you think therefore there's a need to expand those designated testing areas to cover more districts in Hong Kong not just the current four secondly there's more there are more cases containing the variance first found in the UK and South Africa can you tell us how many variants how many of these cases are there in total from both Britain and South Africa and finally can I get your thoughts on a research just announced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morning about vaccine confidence because it shows that more than half of residents do not intend to take a vaccine COVID-19 vaccine as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is responsible for rolling out part of the vaccine program do you think that it is a cause for concern and what do you plan to do to increase people's confidence thank you actually we are for all these buildings over the territory if they have two cases I mean two units affected we'll put them under the compulsory testing notice so just try to cover all the other buildings in the territory of course we we can't because if there's only one case in any building and there's no spread maybe at the present moment we will do two cases two units at the present moment and observe and also there the number of cases in the designated area seem to a bit lower than the previous few days but of course there may be fluctuations so we still have to observe and there are total number of 16 variants similar to the UK strain and two similar to the South African strain and also we have two unclassified at the moment because our laboratory did a quick test and found that they are of 501 and 501 Y and they have to do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to determine the excess strain and I do not have any comments on vaccine etc. I will leave it to my colleagues 下一條 這位女士 兩位你好 是明報的 想首先 問回 剛才 張醫生提及 有N501Y DNA的 個案 9913 因為我們找回 9943 因為我們剛才 看到 case number 就是一個本地個案 9943 因為我們剛才 好 謝謝 我之後的問題 就是包括 在機場有六個人確診 包括 9736 9855 9928 9996 10099 10250 他們分別是否工作人員 他們是甚麼工種 互相之間有沒有關連 以及在機場裏 是不是有傳播鏈 有沒有接觸過一些底講者 還有有沒有分析過有沒有 即carry 一些變種病毒的基因呢 第二方面就是想問回 廣華醫院地盤 剛才提及有五個工友去 染病 他們的case number 又是多少呢 分別是甚麼工種 有沒有共用過休息室 還有全個地盤 知不知道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已經接受過測試 或者是送去檢疫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想問回 HA的就是一個死者 編號10118 想了解他是甚麼時候過生 還有有沒有長期病 麻煩你 10118 我回答吧 應該是 他是一個 他是我們之前有個個案 是 bullet min 他是確診個案 我們就是九千多人 我們就問他 知道他的家印 就是他的家印 早幾天就過世 那雖然說有長期病患 那麼在家fts 通縷過世 我們當時都 因為時間很接近 我們就請驗師的專業人員 他們就幫忙拿回樣本 看看是否一個確診個案 結果樣本回來也是一個確診個案 他應該是15號 因為自己本身有病就過世 所以當時沒有覺得他是有新冠病毒的感染 不過因為他有流行病學的關聯 所以我們也請回相關的病理學家 拿回樣本 所以這是10118 港華那裏 他們有個別人士一起吃飯 但不是全部都認識的 大概有三四百個工作人員 應該是叫他們全部接受檢測 他們個別的人 我們也有些送去檢驗中心 我手上就沒有確診資料 因為數字還未去到很高 我就不特地說那個個案編號 我們也留意到最近機場 都有些不同地方的人員 都有確診 但是暫時找不到一個關聯的 有些是可能在一個餐廳裏做煮食 有些可能是運送一些行李 有些是地盤的工人 我們也留意著 其實也加強了一些檢測 還有可能也有機會在社區本身的工作 本身住的地方等各樣而感染 但是當然每一個個案 我們都會跟蹤著 看看有沒有這些接觸者 需要接受檢疫等各樣 或者做一些比較大型的測試 可以跟蹤著 我們會跟蹤著 我們會跟蹤著 下一條 那邊是綠色的三個位置 你好東方 想問兩條問題 第一條是關於麗港城那邊 想問問例港城第七座和第五座的環境是否相連 以及他們的確診情況是否有關聯 會否有環境的污染 雖然現在你們說未確認有沒有隨直傳播的風險 但是他們的喉管設計是一樣 會否都會找專家去看過 有什麼條件才會撤離第七座的居民 第二就是現在看到持續的情況有顯著的回落 會否在風區方面有成效 新年之前大家也希望會否有條件去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我想例港城的設計就是 第五座和第七座我猜都是差不多 但是第五座也不是說全部的單位都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都知道香港可能很多這些大廈 都有差不多的設計的情況都有個案 就要看著究竟是否真的有個隨直的風險 其實一些大廈裏面有兩個相同方向的單位 我們其實每天都有差不多 但是就未見到 即不是每個大廈都是有很明顯的隨直 其實我當然也不能排除這兩個單位的個案 都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傳播 所以我們就要留意著做了強制檢測 如果他真的發現有多個個案 當然我們就要考慮看看 是否好像第五座的情況 那那個個案其實現在暫時就沒有特別向上升 好像穩定一些 但是我們手上現在初步都有40多宗個案 所以也不是說很明顯的情況 當然也希望疫情盡快就可以緩和下來 下一條 這邊這位 香港01的有三條問題想問 第一條問題其實也是想問紅磡竹店那裡 因為其實我們昨天也去視察過 以及也問過一些附近的居民 其實他們也透露裡面的環境是比較迫的 其實CHP有沒有下去看過那個環境 或者問那些員工他們平時 就是做事有沒有戴口罩 那些間距是怎樣的 還有會不會拿個環境樣本 即是評估那個風險是有多大呢 即會不會說去到一個什麼地步 才會要求食客要做一個強制檢測 還有第二條問題想問廣華醫院那方面 剛剛提到的那些工友 他們會不會是涉及其他地盤 即是他們會不會去其他地盤工作 還有醫管那方面 其實承辦商是多少號 就告訴你們有確診個案這件事 還是其實他們也有然後才跟你們說 其實你們針對這些醫院的相關工程 可能涉及外判商的一些工序 其實你們有沒有什麼指引的 在防疫方面 如果有一些確診個案 第三個就是想問回 因為其實在那個污水檢測方面 有些專家就認為其實可能 因為那些有滯後的問題 其實現在衛生署會不會其實 現在有些什麼程序去分析那個 那個污水的大廈 包括會不會是分析那些患者的病徵和病毒量 我先回答 好 謝謝 那個觸店類似的情況 我想全港都有很多這類的食肆 就不是單一的地方 不過它如果有一個爆發 就是因為有人 那你就要看看他們有沒有食客 是傳播到的 因為它可能是那個 職員之間的傳播 就沒有傳到給食客的話 那我們就沒有這麼擔心的 所以如果是我們都接受 接到有食客 或者不止一兩位的食客 吃了之後是吻合的話 可能是有機會是確診的話 那我們就可能就要所有的食客 某一段時間就接受強制檢測 就像我們之前都有一些餐廳是這樣的情況 至於污水那裡 是環保處那邊和港大那邊 和多部門一起做的研究 他們會比較專業在分析方面 就住廣華醫院重建工程的地盤 其實就 我們分開來說 其實那個是一個地盤 他本身我們已經是有一個承辦商 承建商 中國建築在做 當然他們所有的工序 發生什麼事都會向我們說 我們知道 手頭的資料就是24日開始 就有一個地盤學徒 地盤工人確診 他通知了我們 其實我們也評估 當時那個承辦商 他們應該要做一些徹底的清潔 消毒 也都知道他們 跟衛生防護中心在一路聯絡 會安排一些同事去做檢測等等 我們 在我們一路以來 跟承辦商都有一個很緊密的接觸 緊密的聯繫 我們接下來都會這樣做的 也都會保持一定的緊密溝通 跟進所有地盤發生的事 包括他的感染措施 整體的工程進度等等 經過這件事之後 我們也會再加緊一點 或者跟承辦商說 有時我們一定要盡快有個溝通 商量等等 好 這邊這位 你好 經濟日報 想請教一下 剛剛提到那些變種病毒的病人 想問一下他們現在病情是怎樣 他們病毒量的情況 會不會知道 還有想問一下 想詢問一下 現在最新的死亡數字 應該是多少 麻煩你 我們在醫管局 公立醫院的病人尼 細數目是172個 另外應該有些是 沒有在公立醫院過生的 我沒有聽聞那些 因為大部分那些 其實應該全部那些 英國或者南非那些病毒 那些個案 全部都是輸入性個案 那些年紀比較年輕一些 沒有聽聞他們是有些很惡化 或者其他的情況 好 最後兩條 這位女士 然後那位男士 你好 雙台 想問一下 關於東法大廈那裡 其實有沒有發現 在A至D座 即各自有沒有發現 一些新的個案 另外 剛剛提到 C座的撤離 還有幾個單位要跟進 會不會是涉及一些劏房的單位 其實在附近 可能則如衝不覺一帶 那個個案 其實都似乎 開始有些多 亦都涉及一些舊樓 會不會都建議把那個區域 劃成指定區域 另外 關於變種病毒方面 有沒有驗 本地的個案 有沒有涉及一些變種的病毒 怎樣評估 變種病毒 有沒有滲入去香港的社區 謝謝 東法大廈那裡有個別單位 因為昨天晚上 那些同事去撤離的時候 就是拍門不找不到的 我們就要找回 可能相關紀錄部門的同事 或者是相關的 就是看看那些地方 是不是真的沒有人居住 那如果是 看看如何找回他們 送去警衛中心 那我們手掌暫時 就是去這一刻 我就未見到 有一些其他座的確診個案 可能這些報告未來都不定 因為昨天才做強制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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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個案 我知道我們的公共衛生法院所 都有做的 其實現在所有的確診個案 如果是有一個陽性的個案 那它就會做多一個快速測試 那個快速測試 就會知道究竟它會不會有 那個M01Y的陽性 如果有的話 它就會先通知我們 然後它就會再做 比較全面的基因分析 所以本地個案都會包括 最後一條 指定區域 我想這個要等政府再考慮 你好 AM730 想問回普瓜灣 就是早幾天那些 驗污水的舊樓 有沒有一些新的確診個案 另外就是 之前就提過說 有個衛生署的醫生 找中醫之後確診 但是我們看回新聞稿 就是它找那個中醫 就是它找了中醫之後 五天的中醫才病發 其實有沒有需要 其實那些病人 其實是不是沒有需要追蹤呢 如果有的話是 有沒有追蹤了多少 還有就是它那個 在旅遊健康中心的職責 是做些什麼可以簡介一下 會跟病人有些什麼接觸 還有剛才提到說 有個10118 就在家裡過身之後才驗到的 其實看回剛才說15號死 25號確診 其實為什麼會相隔一個星期 都會幫它檢驗 其實它本身有什麼病 病毒量是高還是低 還有有沒有密切接觸者的資料 可以提供 還有它在哪裏 是送一個鏈房還是在哪裏 去幫它抽取樣本的呢 麻煩你 衛生署的那位醫生 就做那些旅遊那些 即是旅遊諮詢的那些 就是它在診所裡面 所以如果是有些接觸者 各樣的那些 我們都會送去警衛中心的 我手上就沒有關於它那個 接觸者有幾個資料 關於它接觸那位人士 我們都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兩位都是23號開始發病 但是我們都有另外一些相關個案 接觸過這位中醫的 分別在19號和21號 都是確診個案來的 有一位是陪人去看 那位中醫 另外一位是和他有別的接觸 不是看病的接觸 所以也有理由相信 有機會是那段時間 已經是傳染性 當然你知道 心肝肺炎的病發時間 有時候都不是很肯定 有些人可能有些頭痛 甚至沒有病徵 或者是小小病徵 他可能不覺得 所以當時我們醫生接觸他的時候 應該是18號 所以我們都追回 起碼18號之後的病人 都是需要接受檢疫的 但是數量不是太多的 那個土瓜環 暫時就 之前那個民耀樓 就是民軟街的民耀樓 就有兩個單位 有三位確診 不是 四位確診人士 就是民耀樓好像都是一個 那個佐敦污水的個案 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說 宇宙街 280至280 不是 這個不是那個 污水那些 暫時沒有其他那些 10118 10118 其實就是他在家裡過世 然後他家人 隔了幾天 就開始不舒服 就確診 確診的時候 我們知道 他有個家人曾經過世 當時他們沒有懷疑 他會有新冠肺炎 我們知道之後 就請苦衫面防 拿回樣本 然後前幾天就是確診了 是否有密切接觸者 密切接觸者 因為第一個確診的時候 已經是穩固了 因為他也是同一個家 他自己也是有些病 病毒量我手上就沒有 最後補一條 左邊那位 是 對不起 你好 Kable想補問 一些問題 這樣 這樣想問回廣告地盤 確診的五個人 確診的五個人 他的感染日期 和他們五人 其實是住哪裏 是否住在指定區域內裏 還有 例說成五座 現在其實有幾多人 仍然未做這個強制檢測 當局其實會怎樣跟進 還有一提就是 其實是去過 過去兩次封區檢測裡面 都找到沒有預期進行強制檢測的個案 其實當局跟進了沒有 會不會考慮作出這個起訴 好 謝謝 我剛才看過 就說那幾個個案 都不是指定區域那些人士 就 例說成那裏有幾多人做了 我手上就沒有數字 強制檢測 或者是他如果是犯法的話 他是沒有做的話 我知道相關的同事都會有跟進 有需要都會起訴 應該是有足夠證據都會起訴 我想要看法律上 他需要再接受一個強制檢測 即是再叫他做 還是他已經犯了法 是需要出告票 還是要起訴 好 今日記者會到這裏為止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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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